這麼好一個消息的話 應該第一時間 就已經展開雙手歡迎了 從我們人民的角度來看 這個是一個即死語 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 我們如果有疫苗的話 我們不會今天這麼慘 我們現在多少人 真的陰陰盼望 要有疫苗可以打 你知道全世界現在 昨天BBC有個報導 全世界的平均水準 現在是什麼 100個人裡面 有21個人都打了 全世界的平均水準 台灣是100個人打一個人 這個比人家少了21倍 我們現在就疫情失控 對不對 現在各種數字都往上走 這個時候真正能最快的 救我們大家的命就是疫苗 今天佛光山做了這麼一個 善意的一個即死語 事實上 從我們人民的角度來看 有什麼理由會拒絕 而且你要立刻就接受 因為現在救人如救火 你慢一天 你多少人就可能就喪失生命 你慢十天 就是一天生命的乘以死 這是很恐怖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 可是問題就是說 從我們人民的角度的話 我們認為佛光山 這是一個即死語 可是從民進黨的蔡英文這一群 既得利益的這些 既得利益的當權者 他們認為是來攪局的 因為他現在兩難 對不對 他如果不接受的話 他怎麼對我們人民交代 他要找一個理由 對不對 他過去說 對人民無法交代的時候 很簡單 甩鍋給大陸 反正都是大陸 他就沒責任 可是今天不是大陸 今天誰 今天是我們自己的宗教團體 對不對 這個他很難拒絕 可是他接受的 就證明你這個政府很無能 對不對 怎麼會一支疫苗 從去年講講講講講 講了半天 對不對 我們得到的幾 我們台灣人 100個人只打了 平均只有一個人中了疫苗 全世界最後5名之內 最後的 你看看亞洲這些所有國家 那個資料可以到BBC去看 我們是最後的景點 所以民進黨我想今天 他們這個所謂的中央 風向指導小組 可能又要徹夜開會了 然後會在那邊 看要怎麼帶這個風向 怎麼樣做 對他傷害最小的一個決定 不是對台灣人民最有力的決定 就算是真的 我們在這兒 就是這麼做的 跟昨天的聲音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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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步